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妥善处理 他们在19-20赛季就能让球队总先资变得轻松起来 可是这先资不紧张却也有了烦恼 因为在那个2019年夏天乐福可以执行球员选项跳出合同 他可以去追逐总冠军 他也可以回到家乡去打球 他可能会让骑士队面临需要填补穷鬼线的 问题 克里夫来这样的小球士很难引人欧留下球星 这再加上工资冒的上涨 与其到那时不知道该给谁打合同来填穷鬼线 那不如现在直接给乐福到合同 恰较岳福在2019年夏天选择的机会 一锤定音 骑士队还是相当有魄力 新日狼王带新人骑士队此前通过交易 选秀得到了很多年轻球员 比如克拉克森 肖南斯 切迪奥斯曼 安特运玉奇 柯林赛克斯顿 乐福NBA生涯目前获得1个总冠军加5次入选全明星 他有常规赛加总决赛经验 他昔日还是森林狼队的狼王 现在骑士队提前和他许下长约 处于颠峰尾巴的乐福 可以带领年轻球员成长 他的合同可以给骑士队挑选 培养年轻球员提供更多的时间 一如前文 克里夫安对于球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培养队内的年轻球员 这是他们最有希望的决体方式 而在这里乐福的作用 瞬间就显得至关重要 持有季后赛希望不是开玩笑 在目前NBA大格局膝强动弱的情况下 总冠军叫头泰伦卢加上健康的乐福 他们确实有着带对伤心季后赛的可能性 一期到一把赛季 乐福常规赛场均17.6分加9.3篮板 加命中率45.8% 他入选了全明星阵容 他的实力其实已经得到了认可 可惜因为伤病他缺行了全明星赛 也因为伤病他季后赛的表现有些不佳 在相对较弱的东部联盟 拥有一位全明星级别球星的加成非常明显 提前用一份长约序乐福 这不仅提高了乐福的忠诚度 这也让骑士队长期持有杀入季后赛的希望 提前是约 这打掉了乐福离开的心思 这给骑士年轻球员更好的生涯导师 这让骑士队长期持有进入季后赛的希望 当然 并不是每一次操作都能得到最合理的回报 提前许愿乐福存在着风险 这风险 有可能是一份较长的拉奇合同 可换一个角度来看 在凯里欧安 勒布朗詹姆斯这两位骑士队自己选的壮狼都离开之后 骑士队赌一把乐福适合情合理的选择 毕竟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那么这平行而乱 在骑士队是约了父之后 你认为他们是否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换而言之 你认为他们18到1937能否删入季后赛